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短暂教育 战斗力迅速爆表 很多人都对此感觉迷惑 同样的士兵放在不同人的手中发出的战斗力 为什么相差有这么大 孙立仁俗话说 千军亦德 宜江南丘 好的将军能看透战局 决胜千里 解放军军队中有很多这样的人 当然 郭敏党军中也有 孙立仁 薛月 白铜喜三大国军战神 蒋介石为何都不用 原因简单 就是不听话 孙立仁 孙立仁在欧美列国中威望很高 带领中印军打击日军也是盲将一员 但是到了后期 孙立仁为什么被调离 架空了呢 原因在第一次远征时就已经埋下了 孙立仁不听蒋介石的命令 把部队拉到了印度 杜玉明听话把部队带回国内 虽然死伤惨重 戴安兰 师长也牺牲了 但就是因为听话 蒋介石还是十分信任的 把部队交给了他 三草两木南市深层不水美白面膜薛月 展开全文薛月 薛月在长沙会战时 把日本鬼子的脚步死死的盯在了湖南 但也是薛月和蒋介石用命争来的作战机会 蒋介石不得已给了薛月兵权 战争后期被称为战神的薛月战挂了起来 失去了作战机会 白虫喜 白虫喜在各种作战中表现都十分突出 对日作战更是可圈可脸 整个作战期间 蒋介石都把白虫喜放在身边 随时商讨问题 抗战胜利后 因为白虫喜和李宗人士同盟 蒋介石不得不放弃 陈诚和白虫喜宗长来看 蒋介石手下虽然猛将不少 但是蒋介石很少能驾驭的 蒋介石能驾驭的 很多都是汤恩伯 刘氏 胡宗南投 这些非常轻化的将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